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這種底片的質感 但是還確定怎麼開始的話 或者是你非常喜歡拍底片 但現在底片的價格真的高到讓你非常的卻步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插件 相信你可能會有興趣 那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示範 Dehancer這個插件在達芬奇裡面是怎麼運作 然後他怎麼讓我可以去選不同的底片的film stock 其實同時他們有推出Lightroom的版本 還有iOS的版本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就來幫大家試試看他們這個修圖的插件的部分好不好用 那如果好用的話呢再推薦給大家 這個軟體呢是他們提供給我 但是我這邊的feedback是我自己真實的想法 看看他們這個修圖的插件呢 有沒有辦法跟達芬奇裡面的插件 一樣的好用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嘿大家好我是Peter 那我這個頻道主要是來分享一些 關於調色還有接拍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對這類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現在來跟大家示範一下這個Lightroom的版本 用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我特地選了一些我用手機拍的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手機的照片修起來的效果 大概是什麼樣子 OK 那我這邊選這一張好了 要進到dehensor就是在照片上按右鍵 它這邊有個edit in 然後就選這個dehensor的Lightroom plug-in 它就會打開 OK然後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這邊這些底片的 這個profile跟preset就開始就load進來了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介面長怎樣好了 那首先可以看到左邊這邊呢它有preset跟profile可以選 那你這邊的profile基本上就是你要選什麼底片 那這邊打勾之後隨便選幾個 你可以看到它就有點像那種套濾鏡的感覺 它就是直接顏色就上來了 然後這個preset是你如果有調好一些你比較喜歡的顏色就可以加起來 就是顧名思義你下一次就可以直接套這樣子 然後上面的話呢就是一些什麼設定啊 然後把這個關掉的一些東西 on do redo 然後它的before after放在這裡 這個preview 介面整體看起來還蠻簡約的 就沒有太多 藏得很深的東西我覺得這一點是還不錯 然後右邊的話這個 基本上就是它的這些控制的東西 那我覺得蠻有意思的是它右邊這些東西 我看別人在網路上的分享是說 他們的這些設定的步驟呢真的是弄得跟沖底片的時候很像 就很像是用這些數位的東西 在控制你在沖底片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很hardcore的底片玩家 你可能會對這個東西覺得說還蠻有意思的 但我自己 我對底片的經驗也沒有到那麼的多啦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從一個修圖的角度去看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覺得還蠻有用的一些空間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也會分享一些我覺得它可以改進的地方 那我們就用這張照片當一個例子 示範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那我們首先呢就來這個profile這裡 然後我想選一個有趣一點的底片 這邊有蠻多可以選的 這個motion picture就是電影的 然後正片 然後還有 負片 想選一個看一下有沒有哪一個比較好看 那很多底片我自己根本都沒看過 我覺得這個conica的這個看起來蠻帥的 我蠻喜歡它這個藍色綠色的掉掉的顏色 OK那我就以這個當作基底去做調整給大家看一下 那在開始調整右邊的部分之前我覺得它這一個 push and pull的這個東西呢 是我自己蠻喜歡的一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像你真的在沖底片的時候一樣 去調整它這個沖洗要 過沖還是 是要欠沖嗎 就是push跟pull 好那我覺得這樣子這個數值呢 感覺起來 看起來蠻自然的 那左邊這邊調完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右邊這個source這裡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好了先把沒在用的關掉 不然有點 太多東西 OK這個source的話呢 就是裡面有一些曝光啊然後這些色溫這種東西 其實就還蠻直觀的就跟我們一般在用Lineroom的時候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通常就是簡單調整一下曝光而已 然後再來我們來這個film developer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那這邊的話呢我通常是來使用它的這個contrast boost 然後還有下面有一個這個 color boost 那這個color boost呢我覺得它有時候效果沒那麼好 但是這一張目前看起來我覺得 我就是調一下它的contrast就好了 好那這個也用完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film compression先把它打開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compression呢 一開下去之後 它這邊的這個最亮的地方直接縮到這裡 我開起來大家看一下 對它就是可以把那種數位很北藍的那種 白爆的感覺給消掉蠻多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還蠻好用的 然後同時呢我在這邊還是會調一下它這個color density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對比拉掉之後整體的顏色看起來是比較淡一點 OK那基本上這個film compression這裡我覺得這樣子差不多 再來是expand expand這裡呢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就是 它就可以再更細微去調整我們的黑點跟白點 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照片看起來 黑色是有點像真的底片沒有曝光好的那種 有點灰灰的感覺的話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用這個blackpoint去做調整 那whitepoint顧名思義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你最亮的地方呢再壓下去 如果你覺得剛剛那個compression還做得不夠的話 OK再來是這個print的部分 那這邊如果是照片的話我通常都選這個glossy paper這個 那你同樣還有其他很多不同的設定可以選 但我自己會覺得glossy paper看起來會比較自然一點點 那我這邊還是就是先保留它原本的 然後這邊呢我通常都還會再做一些簡單的微調 OK那我覺得這個color density這邊拉掉之後 它這個 藍色的部分 很像好蠻多的 因為原本天空的話我覺得顏色有點不舒服 如果把它拉掉的話我覺得它這個過度的就自然蠻多 OK那print這邊我覺得就先差不多這樣 再來這個colorhead 這個是我看到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功能 那這邊你就是有三個顏色 你可以自己去調 我覺得它給我一種很像 HSL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背後的這個邏輯呢 就是它是從衝底片那邊過來的 所以就是 用起來呢 還沒那麼習慣 就是從一個修圖的角度來說 但是我覺得 我很respect他們的這個effort 就是願意把 這種比較 原本的做法的方式給數位化 我覺得這一點是還蠻有趣的 下面這個shadow tone 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個 暖跟 藍 Shadow可以藍一點 Mid tone 跟highlight 可以暖一點 那接下來呢 這個film grain 就相信不用再多做解釋了 我覺得它film grain 比較好的點是 它真的給你蠻多 可以操控的細節 那它也跟resolve一樣 你可以自己去針對 你的暗部啊 然後mid tone 跟highlight 去做調整 那我之前看到的說法是 Grain這個東西就是噪點嘛 所以在暗部的地方 你噪點應該要強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 還蠻合理的 那我覺得這個look 看起來蠻自然的自從我 採取了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我這邊呢 就是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讓它暗部的噪點多一點 然後亮部就不要那麼多 那我開一下 before after 給大家看一下 對然後下面這裡呢 還可以調 你這個color 那我自己是不喜歡 太多的 這個顏色的噪點 所以我通常呢 我會把它整個拉掉 好那grain這裡 也差不多就這樣子 再來是halation的部分 那halation就是 底片光暈 我們在 之前在達芬奇也 示範蠻多次給大家看 那我覺得它這個 其實加上去 就還蠻自然的 這個好像就不用再動了 但是如果你有需求的話呢 你其實也可以選這個mask mode 然後就可以看到說 它哪裡 要被你的這個 選成會散發出halation的部分 那我覺得它這個原本的 就還蠻自然的 我就不管它了 OKhalation給大家看一下 before跟after 對它我覺得 它就是加一點這種暖暖的掉掉進去 然後還有它這邊這一種 紅色的光暈 真的散開的 很自然我覺得 然後最後呢 是這個 Bloom跟 我們的 Vignette 這個 Bloom呢 就是 有點像 你哪裡要給它加這個 Promis的濾鏡的感覺 那一樣可以用這個 mask mode 去看一下 先看一下 原本長這樣好了 原本的話 好像有點 太多了 整個 照片都糊掉了 這個我就用mask mode給它看一下 就是真的很高光的地方再給它暈開就好了 對我覺得這樣子很想好一點點 我們在before after看一下 對它就是這裡這種真的有反光的地方才會有 然後這邊這個 老先生這裡它就不會被影響到太多 OK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效果還蠻喜歡的 然後最後就是 Vignette 那就是一個照片的暗角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就留著預設就好了 這個沒什麼差 那我是因為跟大家示範 所以我修的比較久 那給大家看一下 before跟after 原本就是iPhone拍的 iPhone的畫質 就是相信大家也知道 就是銳化有時候 開的真的有點太強 那給它套下去之後呢 我覺得你不說的話 你應該不會特別 發現說 這個是iPhone拍的 我覺得這一點還不錯 OK 那我自己覺得他們這個Lightroom的用起來 其實現在bug還有一點點多 我自己覺得 再來就是它比較不方便的點是 它只能一次就是倒一張照片進去 所以變成說 你要做兩層的事情 你要在Lightroom裡面 開Dehancer的Plugin 你調完之後 它還會再回來 那如果我今天有很多照片都想要修的話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用這樣子的方式去修 好 那現在這個Lightroom的試完了 給大家看一下 iOS的版本 那因為為了方便示範 我這邊就是用iPad來用 好那我們現在進來 iPad版的Dehancer 我們現在選另外一張來跟大家做一下demo 就選這一張好了 那先把它reset掉 那進來之後可以看到它的Lightout 其實跟剛剛的長的 就是一模一樣 就是 順序是一樣的 然後它一樣這裡有一個這個Preset 你可以選 那我這一個做示範呢 我就直接用它的 Preset來看一下好了 那這邊會有這些紅紅藍藍 是因為我現在有開這個 波紋 他就跟我說 這邊是Clip掉的 這邊是全黑的 就到時候再注意一下 OK那我這邊選的話 我選一個這個 看一下有什麼Preset 比較好看 選這個 Fuji Chrome Velvia 這個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我拿它當作底 然後我再加上Edit 那首先呢 我就從這個Source開始好了 那還可以看到它的這個介面 其實跟剛剛還蠻接近的 基本上順序是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用起來 我覺得還蠻熟悉的 然後我現在呢就是調整一下的曝光 然後跟 一些顏色的東西 先把這個給關掉 不然那個藍色的有點搶眼 然後再來Fume的話應該就不用選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有 開過了 Developer的話呢 我覺得Contrast有點強 稍微拉低一點點 然後這個Color Boost我看一下 可能一點點就好 不然會有點 太噁 這樣可能都太多了 拉回來一點 OK 再來這個Expand 我想要調一下它的這個 Black Point 讓它黑的地方不要那麼黑 那這樣子的話差不多 Wide Point也是一樣 覺得它現在有點太白了 這樣子的話 看起來自然一點 然後是Print的部分 看一下這邊是在做什麼 Tonal Contrast 它就是在調整體的這個Contrast 然後 Color Density 感受一下 很像 沒有比較好看 然後我就拉回來一點好了 我覺得其實目前到這裡就 差不多了 給大家看一下 Before跟After 我覺得它顏色過度的真的蠻好看的 然後 這邊都有那些 Helation啊什麼的 就變成說 你原本要加Helation這個東西 你可能真的要進打分析才可以加 但現在你用這個就可以加 那我覺得這是 還蠻不錯的一點 OK那總結一下我覺得 這個iOS版本 Dehancer 的一些想法 那我自己覺得它使用的場景上 其實會比 Lightroom的還合理一點點 因為 就等於說 Lightroom的 那一個版本 我自己用起來的感覺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不能 一次做很大 份量的 照片的管理 就變成每一張你還要進去去做調整 那這樣子我覺得就有點失去 把照片拉進電腦修的意義 再來就是Lightroom的版本 其實現在用起來 它感覺Bug還是有點多 那相較起來我覺得這個iOS版本 不論是手機或是iPad 用起來的話我覺得它的使用場景比較 可以想像一點 就譬如說我現在外面用手機拍了一張照片 或是我就是把我的相機的東西 導進我的手機裡面 然後我可能只是想要加個 Helation 這種感覺 那我想要很快的把我手機照片修得好看一點 然後我就可以用這個 手機版的 Dehancer去做調整 那或者是我今天我的可能用 FUJI的相機拍 然後把它導到這裡 我想要來加一些 Helation 的話 我也會用這個去做 因為像FUJI的相機 大家知道說可以加 Grain 然後可以調一些 顏色什麼 但是它不能加Helation 我覺得 這一個東西的話 目前就是 Helation的部分 真的是還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取代 那我覺得 這一點的話就是 真的還蠻不錯的 它Helation做的很真實 然後也可以加那個 高光的那個 Bloom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手機版的使用起來 很像會再更合理一點 Lightroom版的話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我比較沒那麼推啦 因為它 可以做的事情 其實達芬奇沒有做得到 所以如果 要買的話 我覺得買達芬奇的CP值會比較高一點 就等於說你可以調影片的 然後你 真的要調照片的話 你也是可以用達芬奇去 去調你的照片 然後手機版的話就變成說 你在外面 想要用的時候 可以用手機的調 那我覺得就是我對這個 Dehancer的 相片部分的一些看法 我自己是會推薦 如果你是 有在用達芬奇的話 那這個可以買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 你如果是 很常用手機拍照 然後你想要把手機調成很像底片的人 那我覺得 這個 iOS版的 會還蠻適合的 然後Lightroom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 現在還沒有準備好 因為他們現在是 提供給我試用 所以我才可以 去給大家做一個 評測的感覺 那最後呢 如果你想要買 這個 Dehancer 然後你想要買 達芬奇 或是手機版的話呢 都可以使用下面的這個 合作連結去做購買 這點小小的錢 可以讓我在做影片上 有更多的 心力 跟資源 好那這支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的內容的話 再幫我按讚 並且 訂閱一下 我是Peter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好